今天呢 崇哥给大家带来一部历史魔改的神剧 《路真传奇》 这部剧讲述的是南北朝时期 北齐皇帝高湛 和历史上唯一的一品女像的故事 为此呢 我还特地去查了一些资料 所以呢 我们先来简单地科普一下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哇哦 北齐这个朝代被历史上称为秦寿王朝 北齐呢 只存在了短短的27年 居然经历了6个皇帝 而且各个都是神经病 特别是这个高湛 宠幸奸臣 强占大嫂 还淫乱恭维 甚至呢 在他29岁的时候他就提前退休 传位给了他9岁的儿子高伟 这样他就可以专心地在后宫夜夜升歌 结果刚快活了3年 就因为酒色过度 嗝屁了 而另一个一品大官陆女像 就是他的儿子高伟的奶妈 高伟对他言听计从 陆女像呢 就把高伟培养成和高湛一样的淫乱皇帝 他自己就把执朝镇成为了一品女像 开始胡作非为把北齐搞得名不了身 最后使得北齐早早地灭亡 所以呢 这陆女像也被称为北齐的王国妖女 呵 这两个人的历史简直惊世骇俗 真的是让我迫不及待地要走进这部剧 故事一开始一个女旁白君就在给我们介绍 这部剧说的就是北齐一品女像深谦的故事 女主陆珍是一户做陶瓷老板家的女儿 但陆珍是小老婆生的 她的亲娘也嗝屁了 所以她常常会遭到她大娘雪姨的虐待 陆八郎为了保护她这个女儿 就决定分一半的家产给陆珍做嫁妆 呵 这老头真的是不知道 雪姨可是专门坑陆家老头的 大老婆雪姨直接下头堵死了陆霸 还强迫陆珍嫁给一个70岁的老头 她就可以独占家产 雪姨 不愧是你 陆珍在嫁人的途中就逃跑了 刚好男主 长广王高湛路过 高湛就救了她 哇 瞬间就来了店 下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男主高湛 男主高湛原本是可以继承皇位的 可皇位被他同夫一母的哥哥高衍给抢去了 不过这高衍根本就不想要他这个皇位 主要是高衍的妈楼太后 强迫她做了这个皇位 这楼太后一看就不是什么善茬 看看她的专用王座 居然是欧式风格迪士尼同款沙发 上面还有卯低花纹 完美 这高衍呢在剧中绝对是一个地控 他觉得对不起高湛 所以他不顾老妈太后的反对 立了高湛为皇太帝 太后肯定就不高兴了 就派了一群杀手去暗杀高湛 把高湛的手给砍伤了 陆震呢就好心救了高湛 可是高湛的手筋被砍断了 要残废了大夫们都治不好 神医华佗倒是用针缝过脚筋 可是你觉得 我像活了一百多年的人吗 怎么办听着好可怜 当当当当 不用紧张 女主陆震直接拿出了针线 把她的手筋给粉上了 What the fuck you said 边粉还边说 我不等医术的 关键是高湛的手筋 真的就给她粉上了 连大夫都认为她是医学史上的奇才 人类医学史上的奇迹啊老板 这么一个奇女子 当然会让高湛动心 接着呢太后的追兵又来了 逃跑的时候呢 陆震一不小心就摔下了悬崖 众所周知悬崖都摔不死人呢 陆震来了一个空中转体1800度 在一个小树枝上弹了一下 完美落地毫发无损 他就这样呢和高湛走散了 他无处可去 于是呢就办了一个假的身份证 混进了宫 做了宫女 他的目标就是将来可以做上女官 为父报仇 陆震呢一开始是从小宫女做起 然后小宫女们互撕的套路 简直都是陈词烂套 比如什么用水浇被子啦 暗中改比赛的刺秀啦 都和后来沿喜攻略一毛一样的剧情 这些东西对于女主来说毫无杀伤力 但是我很想说 这初级宫女的服装是什么鬼 这黄蓝搭配真的是要把我给闪瞎了 有没有 此时呢宫女部门有两个头头总经理 一个是王经理 是萧贵妃的人 另外一个就是楼经理 是楼太后的人 所以宫女们也分为了贵妃和太后两个派系 说到这个萧贵妃 她是皇上高演的宠妃 不过呢在她心里最爱的男人 却是她的小叔子高湛 这编剧居然和历史真相反着来 改成了嫂子勾引小叔子 什么都顾不了了 请你自主 说起这萧贵妃 在皇上高演和小叔子高湛之间 也有着一段狗血的爱情 这萧贵妃呢原来是和高湛亲没猪嘛 老早就开始玩亲亲了 可萧贵妃的父母和楼太后固结在一起 强迫她嫁给高演 结婚当天萧贵妃不顾大鱼 拒绝洞房 冲出洞房抱住了高湛 她求高湛带带她离开皇宫 高湛居然一口回绝 还要她的哥哥好好照顾萧贵妃 你们俩在讲话的时候 有没有考虑下旁边新娘的感受 萧贵妃就这样被强迫嫁给了高演 所以呢她内心一直有怨气 一直作妖 其实呢高湛也是忘不了萧贵妃的 但她又不愿意和她打个针 在这部剧中的设定 陆针和萧贵妃长得非常的相似 这次太后居然找了跟本宫长得这么像的 哪里像 哪里像 所以高湛对陆针一见钟情 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俩长得像 接下来呢我们再回到女主陆针的这一头 陆针在后宫开启了开挂人声 一开始她先去照顾了太妃 这太妃的发跡 看着好像自行车坐垫有没有 这太妃呢其实是高演的奶奶 按道理说应该是太皇太后 但估计婆媳不合 楼太后就只给她做太妃 不给她提针 不过皇上呢还是挺听她话的 陆针呢把她照顾得很好 可还没过几天太妃就嗝屁了 太妃临死前下的最后一道意志就是 提拔陆针转正为一级宫女 接着呢 陆针拿着用醋浸泡过的泥土 就烧出了北极第一个白瓷器 从此北极再也不用进口别的国家的瓷器 可以自给自足了 牛皮 皇上立刻就给她提拔为八瓶女官 当上了女官 陆针的头上也可以插上两根筷子了 我一直很好奇这服装的造型是不是从白素贞啊找到的灵感 皇上得知弟弟高湛喜欢陆针 就故意给他们两个制造机会 清静店一般人少也清静 正好方便你们私会 果然是清哥 但她的嫂子萧贵妃就不爽啦 嫂子可爱高湛了 于是呢萧贵妃就找她的手下王金女 不停地找陆针的麻烦 动不动就给陆针降级 随便找了个借口就扒了她的官职 可我们女主陆针的外挂一直在开着 接着陆针结识了一个非常有资历的宫女做师傅 师傅传授了她各种手艺和计谋 陆针呢就做出了一件非常漂亮的衣服 让太后非常的高兴 皇上又给陆针升了关 皇上提了关又怎样 王金女呢又找了一个理由给她降级 本作就把你拔回八平 萧贵妃这么逼陆针 陆针只好去投靠了楼太后的阵营 在太后的劝谏下 皇上又给陆针提了关 令其重为七品点事 陆针就这样升级降级降级升级 她如此反复了N多次 我就想说皇上疯的女官 一个宫女头说废就废也太儿戏了吧 接下来的故事又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 当我以为萧贵妃就是大反派的时候 萧贵妃居然想开了 她再也不惦记小叔子了 她放开心怀接受了皇上 立刻和皇上缠绵一夜 居然还种了草莓 从此以后呢她再也不害陆针了 而高湛得知陆针和楼太后混在了一起 非常的生气 你居然跑到人寿殿去 去求她巴结她跟你升官 你太令我失望了你知道吗 喂你甚甚难热啊 之前还不是因为你的老亲人一起在折磨她 她不投靠太后她投靠谁啊 但后来她得知 楼太后害死了高湛的老妈 有杀母之仇 所以陆针就毅然决然地和太后断绝了关系 这下可好 又换做太后这头要害陆针了 为了干掉陆针 太后在矿洞里挖了九层妖塔 想把她困死在里面 多么拙劣的手段 你为什么不直接一刀把她砍了算了 还非要丢洞里 最后被及时赶来的高湛给救了 接着呢 太后又在陆针的汤药里下毒 把陆针毒个半死 这种毒连太医都救不了 我看 还是为陆大人提前准备后施吗 所有的人都在哭丧 准备为她收尸了 陆针的师傅突然出现 她使出了毒门的解毒秘迹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冰火两重天 这样子都没有搞死陆针 太后呢又出了其他的招数 她就下旨强制高战 去娶一个姓沈的女孩 气得陆针的割腕自杀了 好在割的钱又没死掉 而高战呢 也是死不娶这个沈姑娘 皇上和太后在逼她的时候 她居然抽出了一把剑 心虚发威嗦 大哥我还比你要殉情呢 弄了半天你就是为了割个头发 柔飘就是这么自信 皇上这么爱他的弟弟 也拗不过高战 最后还是成全他们俩呢 接下来陆针继续开挂 他居然建立了北极自己的官窑 成为了一个每天都要逛窑字的工作狂 皇上一高兴又给他提拔为六品女官 呵到了六品 他就可以自由地出入皇宫 他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他爹报仇 他把雪姨给抓了起来 找到了证据证明是雪姨毒害了陆霸 雪姨就被立刻处死 干掉了雪姨 陆针终于拿回了他们陆家所有的财产 可他在藩家族谱的时候 居然惊奇地发现没有他的名字 好吧原来他根本就不是陆霸亲生的 他老妈是怀孕四个月才加入陆家的 嗯 管他是不是亲生的 先把财产全部收了再说 而太后那一头 他依然坐着他迪士尼的沙发上 想了各种招数继续对付陆针 太后的手下在国库里贪污了两万两 他们呢就暗中做好仗 把所有的亏空全部算在陆针的头上 这可怎么办 我们女主陆针二话不说 直接就用他们陆家的财产 补上了这两万两的亏空 还在为那些金子心疼 哪会啊 别忘了我们陆家什么都没有 就是有钱 有钱真是大债 果然不是亲生的 太后再次失策 接着呢太后又找到了一个 一直和陆针作对的宫女阿碧 让阿碧用迷魂箱迷J高栈 可没有想到她用的真的是迷魂箱 弄了一半睡着了 阿碧就自伤手臂 撒下了血迹 诬赖高栈强占了她 但是高栈打死都不认账 不要不要我不要 这些我都不要我只要你 sorry 两个月以后阿碧就将其就计 谎称自己怀孕了 呵 高栈就直接让她去打掉孩子 请你不要用这种低劣的手段 来破坏我对女主的心 哦 这么伟大的爱情 陆珍是不是感动死了呢 不行 我并不在乎你娶她 我只想求求你 留下那个孩子吧 人家累远也是被人嫁药迷晕的 这最过能算在男人头上吗 太圣母了吧 不过好在很快阿碧假怀孕的事情还是被发现了 我是鄙视 我鄙视你 这两人终于又一次化解了危机 看着太后这样一次一次陷害高栈和陆珍 皇上非常的生气 就把她的亲妈给处置了 找来了太医 把太后直接给扎得不能动了 儿子 你想做什么 你看我扎不扎你就完了 大哥你是容默默看多了吧你们 太后被扎残废以后就送出了宫 而陆珍也再次得到皇上的提拔 是整个北极官位最高的女人 而她的萧贵妃也终于还上了她的孩子 被提升为皇后 楼太后被送出宫以后并没有放弃 她开始在宫外集结他们楼家的军队 很快机会就来了 高栈呢要出兵打仗 趁着高栈带兵出征 楼太后就带领楼家的兵马 攻入了皇城 结果在混乱中 皇上为了保护皇后被射死了 而萧皇后也在混乱中产下一名儿子 取名叫高伟 编剧出来挨打 历史上高伟是高栈的儿子好吗 这萧皇后说完儿子也嗝屁了 她留下最后一道旨意 就是让陆珍做她儿子的干妈 得知有公辩 高栈立刻就带领人马杀回了皇城 楼太后呢就在城楼上绑了陆珍 威胁高栈缴械投降 陆珍为了让高栈没有后顾之忧 于是呢她自己从城楼上跳了下来 又跳 这一次城楼上没有树枝就塌了怎么办 怎么办 看到我心都揪起来的时候 你这是什么弹簧坐垫 你在动我吗 没有了陆珍的要挟 高栈带兵攻入了皇宫 最终拿下了楼太后 楼太后引荐自吻 这又是什么 这太后是妖怪吗 所以呢在北极所有的祸害 全部都怪在了这个太后的头上 干掉了楼太后 高栈最后自己坐上了皇帝 而陆珍也被她提拔为一品女像 是朝堂上最大的官 两个人一起临朝治国 所以这故事和北极有半毛钱关系啊 为什么不直接架空了来拍 白白浪费了这几位优秀的演员 特别是银宝是我最喜欢的女演员 没有之一 这部剧中还穿插了各种 像新闻播报一样的旁白军 在介绍陆旅像 这样真的会误导那些 不了解南北朝历史的小伙伴 让他们对这段历史有错误的认知 我个人觉得戏剧性的改编 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也不能改得太过头 这就好比岳飞的故事 你不可以把岳飞演成反派 让秦桧做好人吧 把北极的这几位洗白 就像是洗白了秦桧一样 不能接受 完全撒花 最后跪求各位安娜塔 记得给我点个订阅 大头虫是虫科苏电影 在油管的唯一账号 你的订阅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慢慢打